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群祥Briant 今天我要来更换我房间的空气精进机 Autoverse FierSky Mini的滤网 我房间原本使用的安宁空气精进机 是之前的二代空气精进机 那其实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所以呢,我在去年的新年推荐活动的时候 我就为我自己添购了一台Mini的空气精进机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CP值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过滤效能跟我们目前的Atmosphere FierSky 滤进效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体积跟价格却只有它的一半 那当然它的滤进频数也只有一半 但是以我的房间的大小来讲,那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呢,我在去年就换了这台Mini 并且开始使用到现在 所以也已经使用了真的已经整年的时间了 那它呢,其实你会发现它们其实也是不满灰尘啦 因为我把它丢在我旁边的角落 固定每天这样开开关关 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清洁它 所以我今天除了换滤网之外呢 我等一下还要来帮它做一个整体的清洁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那换滤网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公司声称它的效能呢 大约是在十个月左右 所以呢,其实你在时间快到的时候 你只需要订一片滤网 好,来准备就可以了 那滤网呢,我已经订好了在这边 好,那其实呢 它从去年一月开始使用到现在呢 也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所以,呃,懒 所以滤网定来了 所以滤网定来了 放在那边,放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现在呢 我才真的要来给它换滤网 那,我们先把新的滤网把它打开来 首先呢,我们一个打开的滤网呢 就会像这样子 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滤网 好,你要发现它前面后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好,那前面我们会先看到这个 黑色网状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前置滤网的部分 它会负责帮我们过滤一些空气当中的 比较大颗粒的毛发跟粉层 会先卡在这边 然后中间呢,是我们的活性碳滤网 它会吸附呢,空气中的一些 呃,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一些化学的 这些物质,还有一些气味 都会透过活性碳的滤网来做吸附 那后面呢,这个折层一片一片的呢 就是我们的高密度的HEPA滤网 它其实滤镜的效等比 我们市面上的HEPA滤网还要来的高 它可以滤到0.0024微米 是非常非常小 也是你市面上空气已经能够买到 最小最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滤网 好,非常的棒 好,那这个是一片全新的滤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用了一年的滤网 它是长什么样子 来,各位你看 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恶心 前面的这个前置滤网的部分 它上面呢,已经沾了非常厚的一层这个灰尘 真的非常的厚 各位,我稍微用手碰一下好了 但是我真的很不愿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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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你看 非常非常厚的这样子的一个灰尘 各位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当然主要是因为我的房间呢 它有对外窗 而且我外面是大马路 各位可以拗很多车 外面大马路 所以灰尘量呢 稍微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也非常庆幸 我有这台空气吸引机 因为各位你看 如果今天这些东西不是在这里的话 那这样这一年下来 这些东西其实是会跑到我的肺里面的 而且我本身肺就不太好 如果这样子吸一整年的话 那我真的会很惨 所以你会发现它真的很脏 真的是很脏 好,那这是正面的部分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好,这个呢 是已经用了一整年的这个HIPPHA濾网 你会发现它已经成为稍微有点灰色了 好,稍微有点灰色 你如果跟新的白色比较起来呢 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的明显 好,那就是除了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 这些大的毛发颗粒之外 剩下的这些小东西呢 它全部都卡在我们的这个HIPPHA濾网里面 好,所以你每次换濾网的时候 你会发现 换濾网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是这么的一目了然 好,所以这样子 每次要换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配它是真的有效的 而且这还是我没有 我的房间里面没有养毛小孩的情况 我们家的狗都是养在楼下的 所以我房间它比较少会进来 如果今天有的人 他家里是有养猫狗 尤其是猫的话 那它的毛呢 会非常之厚非常之多 甚至你一整年下来呢 你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来做一个养毛毡了 OK 而且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把这个濾网拿出来 我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有注意到说 奇怪它的 空气机的濾网怎么看起来那么脏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打开来 稍微看了一下 在那个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积了非常非常厚的灰尘 我已经用那个吸尘器呢 把它整个稍微吸过一遍了 并且再使用到现在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这台空气吸引机的话 那我房间的空气呢 那会是多么的精彩啊 好 那这一颗 好 已经用一年的滤网了 我们等一下就把它丟到旁边去 对了 我通常就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在换这些滤网耗材的时候呢 我会习惯记录日期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在上面的这边贴纸的地方 我有写了 这个是2022年1月30号 也就是大概是1月底的时候呢 去装的 那我们今天呢是1月10号 今天是1月10号 所以我差不多也就是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呢 所以我要来换这个滤网 好 那这个滤网呢 我们干净嘛 丢到旁边去嘛 因为真的太危险了 好 那再换上我们新的滤网之前呢 当然我们这一台mini呢 它在我的房间呢 工作了这么久 我们一定要好好给它洗个澡 给它吃个清洁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清洁这一台mini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 用这一款就可以了 好大家都知道这一款是 安利的第一项产品 也是安利最热效的清洁剂 非常的便宜 而且非常的环保 而且又很安全 那就是我们的LOC多用土清洁剂 是中性清洁剂 最可以水洗的东西都能洗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清洁 很简单 我们就准备一桶水 然后把这个LOC清洁剂呢 我们就把它扔到里面去 然后 用抹布把它整排擦干净 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了 好了 那现在这台空气清机呢 也算是被我呢 上下左右前后 彻底把清洁过了 那我们现在把新的滤网装上去 那也是一样呢 在装上新的滤网的时候呢 我来写一下今天的日期 好 那在这个贴纸里面呢 其实也有它的一个晶片 它其实是会感应晶片的 所以 放上去之后呢 它就会重新去reset 然后去 侦测一下说 哦 你看你已经换了新的滤网了 所以在你的那个手机的 APP里面呢 它也会自动去帮你更新 就是说你自己已经换了滤网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只要把它卡榫最准 好 然后呢 把它压进去 OK 那我们的新的滤网呢 就这样的安装完成了 再把前面的盖子盖上去 卡榫押进去 OK 那我们的空气芯机呢 诶 滤网换好了 它又可以重新开工开始运作了 那我们等一下呢 把电源接上去呢 就会发现呢 它原本呢 这个滤网的部分 是亮红灯 然后呢 现在换上去新的 它又会变成是 一个全新滤网的一个绿色 等一下 你看得到 好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空气芯机啦 非常喜欢它 然后 聪明也贴了我哦 最喜欢的帖子 我最喜欢的能量饮料里面 就是AXS 然后还有我的熊达 帖子 帖子 帖子帖子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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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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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帖子�子帖子 帖子帖子帖子 哪什么时候买最划算 那当然就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新年特费 你可以帶很多很多的 mina 帖子帖子帖子 或者说的 지금 首先 但我相信他們都會非常專業的來為你解決這個空氣心靈的問題 所以希望我身邊的親朋還有透過我這支影片的分享 都能夠選用一台安利的這個Mustville的空氣心機 然後來照顧全家人的身體健康 我是楊俊祥祝大家新年快樂